黑色的長傘折疊彈 因為是祖父給的傘具有特殊意義 弄丟以後男子好著急 趕緊向捷運警察求助 還好最後順利找回遺失物品 台北捷運運量大旦旅客進出車站 經常弄丟不少東西 調過信用卡 調過雨傘 捷運警察統計今年一月到五月 捷運內遺失物 最大宗的就是隨身包包 再來則是皮夾 電氣用品 還有雨傘 根據捷徑統計 旅客最常在捷運車廂內遺失物品 尤其是像現在要下車時 常常會擺東西 給旺在捷運車上的地板 或是椅子上 車11號請到為他帶你 如果旅客是儀式手機來確認的話 我們會主要是要跟他比對 他的所謂的外觀型號 那甚至必要的話 像現在手機都有上手 會請他解鎖 在比對手機裡面的內容資料 調動機情況天天上演 不過其實只要到儀式物中心 就可以找回 台北捷運跟自動化廠商合作 開發一套智能手臂 原本要花上八分鐘找東西 現在只要三十秒 儀式物的保管的期限為 價值五百塊錢以下的物品 是十六天 五百零一元以上的物品 是六個月 涉及各自的物品等等呢 我們是以銷毀的方式處理 雨傘類 我們會轉做車站的愛心傘使用 台北捷運儀式物一年高達三十萬件 捷運中心把儀式物分類存放標註編號 希望市主能夠趕快出現 把東西早日領回去 電視新聞 賴思議 顏凱旭採訪報導